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十五章讲到复活应该是最后一个主题了 这十六章就是最后结束了 问安的这些 在所有圣经里面 这一章是讲到复活最详细的 所以我们花三个主日来学习 我把十五章分成三个主要的单元 第一是复活的基督 第一节到第十九节 下个主日我们会来研讨复活的意义 最后我们会谈到复活的身体 这也许我们 也许我们的脑筋没办法想象 这复活身体是什么样的身体 但是我们分三段来了解这个复活的事情 哥林多信徒他否认复活的问题呢 应该是保罗从那口头的报告得到的 有人告诉他 他们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之后 很多你的事情都是保罗听到有人到他那里 以佛所说告诉他这件事情 他们并不是说完全否认耶稣复活的事情 他们认为只是一个单一特例 是有一个人是耶稣复活 没错 是一个单一 但是对所有的其他人来讲 是不适合的 他们不相信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是普遍的否认使人复活这件事情 那保罗也一定要解决这个复活的问题 所以他提出这一章讲的 其实让我们在里面学到很多复活的道理在那里 保罗没有说一直想跟他辩论 耶稣真正的是复活了 不是假的 保罗就开门就说 耶稣是复活的 基督是复活的 我不跟你讲说是为什么复活 你要怎么样证 我不跟你证明 但是我告诉你们 保罗确定复活的前提是什么 福音的前提是什么 复活的基督都被在传扬 没有停止过 他们所传的都是讲到这个基督复活的事情 然后呢 基督复活的基督是福音的核心 如果说 你可以在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可以看到 如果说没有基督复活那就没有福音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在那里面 保罗告诉哥林多信徒呢 他们接受使徒传的福音 然后呢 他们也相信复活的这个福音 但是如果说没有基督复活的话 那这个福音就是忘了 是没有用的 在这一章里面 他常常提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说没有基督复活 没有用了 所有传扬都没有用了 所以他在这里 最后我提到一点 就是说 福音只有一种 讲到是什么 耶稣为人的罪而死 埋葬了 三天以后复活了 这是保罗在这章里面一直论述到了 以这个为基本 跟哥林多信徒 他们那些不信任 不承认复活的事情 提出来他的教导 这是一个很基础的事情 他把他这个提出来以后 也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 福音只有一种 讲到什么 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 他是被埋葬了 然后三天以后复活了 升天了 现在坐在福音的旁边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福音在里面 讲到的是 如果没有这些三样事情的话 那就不是福音了 就不要去信这些福音 那就是异端 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说以保罗这个教导的话 从福音里面 这个十五章里面教导的话 我们可以认识到 什么是福音 见证复活 是第一节到第八节我来念 弟兄们 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告诉你们知道 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 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显给基法看 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 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 却也已经睡了 却也有已经睡了 以后显给亚哥看 再显给众使徒看 末了他 而末了也显给我看 我如同未到产其而生的人一般 这是 见证了基督复活的事情 讲得很清楚 保罗弟兄们 又是一个新的主题了 他讲到这个主题呢 也其实也等于说 整个是十五章的主题 是复活的基督 保罗提醒哥林多信徒 是谁传给福音给他们 所以他说 我如今把先前所得的 所得的都福音告诉过 所以他们的福音是从哪里来的 从保罗来的 你们不要说谁到这里来讲话 讲得很好听 那他们传的 还是我保罗传给你们的 那哥林多信徒得到的福音呢 是保罗传给他们的 他们也接受了 他们也相信了 他们现在正在经历 这个得救的救赎的经验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相信了 我们接受了 我们现在也是在救赎的经验中 成生的过程中 当我们在盼望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生理会改变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救赎过程 虽然到最后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但在这一个经验之中 成生的过程 我们是有经验的 我们是在经历这个 同样的哥林多信徒 应该也是像我们同样的一个情形 现在也是在经历这个救赎的过程 如果说按这个时间顺序来看的话 保罗说得很清楚 这个福音怎么来的 先前我传给你们的 你们也领受了 要靠着站立得住 靠着这个福音 你们也活在那里 也站立得住 不再去拜偶像了这些事情 然后也坚守 就持守我传给你们的 你们被因这福音得救 所以要你相信了以后 要持守这个福音 要顺服神 然后得救是绝对的事情 不是一个假如如果 不确定的事 所以保罗在这讲得很清楚 传给你们 你们相信了 你们要持守 最后还是会得救 保罗这里讲到说突然相信 这个突然相信怎么样 如果解释想很简单 就是没有仔细考虑 我就相信 人家告诉我 你要相信 我就相信了 可是相信以后 我觉得好像不太对吧 我也许就有改变主义的意思 还有一个就随随便便 你就相信了 大家在聊天 喝喝茶的时候 你信不信耶稣基督 我信了 你信什么 不知道 到最后呢 也可能会有一些改变的事情 然后还有人就相信 对这个福音缺乏 真正的了解就相信 所以这个枉然相信 就是很随便 并不是说经过考虑的 其实主要的 也是对哥林多信徒 他们对这个福音 很肤浅的了解 所以他们在 有时候就是做些事情 并没有真正显示出 感恩或者是显示出 基督为他们而 对而死的事情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 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 真正来讲 如果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是不会做这些事情 对不对 你承受了 你接受了 你这些犯罪的事情 不会去做 但是他们还是做 所以保罗才会写的 这个哥林多前书 来劝他们 所以保罗警告他们 要持守福音 你接受了 你相信了 就要照着福音去做 在信仰上坚定不移 最后要相信 神一定会完成救恩的 所以在我们相信以后呢 我们派用了 基耶稣再来的时候 那是绝对的事情 不是假如如果 可能 不是 是一定的 所以保罗要叫他们说 你们接受了福音 要怎么样 信仰上要坚定不移 不要随风了 人家催着就这样 跟着这个人走 跟着那个人走 要相信 神是最后会完成福音的 会完成救恩的 这个 他的应许的 所以在第一章 第二 这个第一节第二节 讲得很清楚 保罗就把他这个逻辑 就一定很坚定的 定立起来 福音是什么回事 是我告诉你们 你们也相信的 你们为什么还会 有其他的事情呢 我们来看他会说什么呢 保罗很简单的 把他传给 哥林多信徒的 他的信心是什么 第一就是 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 为我们的罪而死 第一 最重要的 第一件事 是为我们的罪死的 然后呢 埋葬了 然后呢 照圣经上所说的 第三天复活了 这就是保罗传给 哥林多信徒的福音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耶稣基督是 为我们的罪死的 第二 所以他讲的第一 就是为我们的罪死 埋葬复活 这是 然后呢 不错 在这里他讲到 这个第三节 第四节讲到 他复活了 在第五节到第八节 就讲到 耶稣基督复活 是确确实 是有人看见复活的基督 不是空口说白话 我看过了 片面的不是 是真正实实 有人看见 在第五节到第八节 保罗举例了很多人 我们等一下来看 保民 对不起 保罗说明的福音的意义在哪里 第一 他说死了 很复活了 就是讲明了 基督受死 然后又复活这个事实 死了 复活 这是一件事实 然后他说什么 埋葬了 是确定 保 这个基督是死的 耶稣是死的 埋下屠去了 然后复活了 复活了 还是有人看见 有见证人的 不是说 随便说的 而是有人看见的 所以在这里讲到 就是说 死了 复活了 是事实 然后埋葬显现 是证明 基督死和复活 是事实 不是空口白话的 他说领受又传给你们呢 保罗就可以告诉 就在我们在第十一章第二节 保罗称赞他们 你们坚守我告诉你们 我传给你们的福音 然后传给他们 都是从耶稣那里来的 在加勒太书第一章第十二节 有说到 保罗受领受的 不是从人来的 而是直接从基督来 提示的 这里保罗把这些事情讲出来 就证明他 传的福音 不是随随便便 任何人告诉他的 而是从耶稣基督 直接告诉 显现给他的 提示给他的 所以保罗在去 大马士哥路上的时候 被耶稣 启示了 他就成为了 招的 选了为使徒 所以他这里可以讲到 他来的这些福音 是从耶稣直接告诉他 而不是说 从任何人得来的 接下来呢 他说 照圣经理说的呢 他 这个 我们都为我们的罪 也死了呢 这是基督教教育的核心 如果说 没有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也死的话 我就没有基督教了 是一个核心 也是一个重点在那里 他说的这个圣经 可能是 《里撒亚书》第53章 那受难的仆人 这个是53章 讲得清楚 保罗在很多经文 都提到说 这个耶稣是为我们的罪 死的 在加勒太书 第一章第四节说 耶稣照我们 付的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己 耶稣自己愿意到 十字架上 顺服 付神的旨意 定时在付的 十字架上 在第五章第七节 讲到 耶稣是 月夜节的羔羊 被献祭杀了 然后 第六章二十节 七章二十五节 讲到 我们是重价 买了 重价是什么 耶稣的保险 把我们从 罪的奴仆里面 买出来 称义 赦免我们的罪 然后呢 讲到这个教导 拜偶像的时候 我又说 基督为他死的 那些软弱的弟兄 也是说 对所有的信徒 基督也是为这些 软弱的人死的 然后 在领圣餐的时候 讲到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死的 这都是耶稣讲的话 也都可以了解到 耶稣的死 是神的旨意 是他的 耶稣基督的 自己的意愿 为顺服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而死了 接着说到 死了和埋葬 要确认 死了 埋葬 这是一个确定的事情 所以他提出来 更进一步讲到 因为有死 有埋葬 才会有复活的事情 没有死 没有埋葬 就不会有复活的事情 所以 这也讲到 你有死的结局 跟复活的事实 在这里 保罗说到 照圣经上 所说的 三天复活的 圣经上 没有记载 你不要说 那个 这个 四福音里面都有 有一点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当我们读 读这个 新约里面看到 有圣经了 应该都是讲旧约 因为那时候 圣经还没编出来 不要说 圣经就是 整本圣经 不是 这里 所有在这个 我们读新约里面 讲到 经上 或者圣经的话 应该都是指的旧约 所以是旧约里面 没有这样的说明 说 耶稣死了 三天复活 那可能是怎么样呢 就是当时 他们知道 空坟墓 是三天以后 彼得去看到 没有看到 那 使徒们去看 那个空坟墓 说已经 复活了 不再了 所以他以那个 口传的时候 就定立到 就是三天的 空坟墓 开始计算 所以保卫 保卫说 经上的话 圣经上说了 在这里就是 并不是说 真正在 俊约里面 而只是说 大家可能一些 那时候口传 他也知道 三天复活的事情 然后呢 他照着这个 时间的顺序 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 显现给谁看 基法就是彼得 他是第一个 见到空坟墓的使徒 他跟约翰两个一起跑 一起去看 结果他冲进去了 约翰还在后面 还没进去 所以他是第一个 看到的 这个空坟墓的使徒 然后十二使徒呢 包括了彼得在里面 也有可能是 包括了马提亚 就是在耶稣升天以后 他应该是 当时的门徒之一 他被拣选出来 成为使徒 所以这十二使徒 应该有报 那个犹大是 没有看到 他已经吊死了 然后五百多个弟兄呢 有名有姓 为什么这么说呢 保护说什么 后来一时 显给五百多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到 如今还在 所以他这一大半 他知道是哪些人呢 有些人睡了 有些人睡 所以都是有名有姓的 而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人 就是有名有姓 不是到大街上吹个口哨 你见过耶稣 是没有 不是 都是有名有姓的 所以他们知道这件事情 雅各是耶稣的弟弟 当然十二个门徒里面 有很多 有几个雅各的名字 但在这里应该是 确定的是讲到 雅各是耶稣的弟弟 因为保罗在 加勒太书说 他有去过耶路撒冷 见过雅各 所以应该是 耶稣的弟弟 众使徒 可能是所有的使徒 也许是十二年了 以广义来讲 应该是说 所有的门徒 基督的门徒 这里众使徒 应该是讲到众门徒 所有跟随耶稣基督 那三年的时候 跟随耶稣 都是 最后是保罗 保罗是最后一个见证人 在第八节的时候 会提到他是如何见证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从基法 彼得 空坟墓 十二个使徒 然后雅各 五百个弟兄 怎么样怎么样 最后是保罗 其实如果说 你去读这个 是福音书的时候 这些使徒 还是不相信基督复活 对不对 那个谁 多马 他叫什么 我要去摸他 我要看 我才知道 相信 可以看到 还有呢 那个 玛利亚去告诉彼得他们 他们还不相信 不会有这种事情 所以他不相信 对不对 所以可以看得到 还是不相信 不信得多 还是信得少 所以在这里 但是他们后来 都是接受了 都看到 基督复活的身体 所以末了 给我看 就是给保罗看 不是表示保罗不重要 而是按时间顺序 因为如果说 保罗写这种写 应该把保罗 第一个摆在前面 你看我 看到耶稣 然后其他人 但是保罗 他是这样 以时间顺序的安排 他是最后一个 他是最后一个 看到基督复活的事情 他讲完 他见证以后 其实保罗真的也是 最后一位 见到基督复活的 见证人 其他以后就没有人看到 没有见到这个耶稣 复活的身体 保罗成为使徒 与其他使徒不一样 那其他的使徒 或是门徒 都是跟着什么 耶稣 一天一天跟着他选 跟着他的保罗 你在读师福音中 都可以看到 耶稣是怎么样 教导这些门徒 他是怎么样 拣选这十二位使徒的 保罗成为什么样 是突然的 在大马士哥路上 耶稣向他显现 让他眼睛看不到了 最后让他看到 要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是突然的 是迅速的 是反常的 当时人来看 怎么可能 你也没有跟着 耶稣三年 也没有跟着他 学什么任何东西 你怎么就会变成使徒 所以保罗的使徒的身份 在所有的书信里面 可以看到 常常有人质问他 常常有人不赞成 他是一个使徒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大体来讲说 每个人的成为使徒 都是跟随耶稣基督 这很久的 那保罗怎么样 在路上碰到一个 眼睛看不到 就变成使徒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所以他们很多人 不相信这些事情 就一直认为 保罗是一位 什么 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质问他的问题 可是呢 保罗自己也说了 我如同味道产期而生的人一般 如果说以这个当时的希腊文 原文来看的话 味道产期的人 早产 死胎 流产 就是这个意思 你是早产而 或者你根本就是 负死胎中 胎是什么 胎死负中 说我怎么想 我不知道 所以这样 或者是流产 就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所以有的学者解释呢 保罗是很可怕的 你看他出生以后 还破坏教会 这怎么可能是使徒嘛 所以说他是这个 所以保罗自己也说 我是 味道产期而生的人 然后呢 有人就说 你是早产 所以你有缺陷 你身体上一定有些特征 不起眼的 让人家看不起的事情 那哥林多信徒更认为 他是软弱的 他的地位很低 所以你看 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 就是认为保罗是有这个 有资格做使徒 有人就说是过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在最后才成为使徒 他没有跟着基督在一起 他最后才说 所以过期的 不是说早产 而是到了产期 还没有生出来的 所以有人说保罗是一个怪胎 他不是一个正常的 说实话 你要看保罗做的事情 真的不是一个正常人 可以做的事情 他受的苦 受的难 他为了传福音 他做了多少 受了多少苦 所以 在我们来讲 林刚也是一个怪胎 他是一个 怪胎也许是比较严重 也许他是意志力比较强 他要传福音 他知道他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来看他最后人家是什么 为了产期呢 可以看出来 加勒太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说什么 那把我从母妇分别出来 又私人造我的神 保罗还没有出生之前 就被神呼召被神拣选了 就是这个意思 我没有到产期 神已经拣选我了 你不要说我长得怪 或是怪胎是什么 但是神拣选了 就像一个还没有成型的 还没有完整的 婴儿的时候 神就知道他的任务是什么 他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其实感谢保罗 如果说他没有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的话 我们今天也没有这个福音 也没有这个书信来读 也没有这个圣经 这个神的话语的教导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如果从上下文来理解的时候呢 保罗用死胎与这个复活 做一个强烈的对比 他在迫害教会的时候 等于说他是灵性上是什么 他根本不知道这事 他一直去破坏教会 你如果说读使徒行传 你看到他破坏怎么样 到处去抓人 还拿着这个拘捕状去抓人 那敲敲门就把你抓了 可是呢神还是用他了 这里呢 保罗就是一个属灵的生命 他是死的 但是神呼召了他 他看到耶稣基督 他又复活了 成为被神所使用的外邦人的使徒 这里可以看出来 保罗又说 我如同未到产气而生的人一般 所以前面讲的那些学者 讲的那些乱七八糟 都不要去写 真正的他意思是说 神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 在他母父之中已经拣选他 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这神救恩的救赎的计划 很清楚的在保罗的身上显现出来 那保罗成为使徒 他见到这个复活的基督以后 他做什么呢 这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来说 我来念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不配称为使徒 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 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这缘不是我 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不拘是我是众使徒 我们如此传 你们也如此信 保罗很谦卑的在这里说 他是最小他不配的 他也不在乎人家 说他破坏教会 他承认他破坏过教会 但是神的恩典 拣选了他 你没有话说了吧 不管你怎么认为 但是我是破坏 但是神拣选了我 保罗说他是使徒中最小的 也是不配称为使徒的呢 他承认 我是最小的 以其他的使徒来讲 他们十二个使徒 跟着基督很久 我是突然被解 我是最小的 也认为说 我不仅是最小 而且我也不配做使徒 为什么呢 我从前破坏教会 但是呢 蒙神的恩典 他成为了使徒 他有一种感恩的心 认为神拣选他是神的恩典 并不是他自己 所以你可以看到 保罗从来没有把自己高举起来 什么事情都把神放在前面 他成为这个使徒 他承认他是最小的 他承认他不配的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蒙神的恩典 然后呢 他比各使徒格外劳苦 其实我们也知道 在读使徒行传 你可以看到到 保罗是如何的受逼迫 他如何是要去传福音 在这里呢 他比各个使徒都老过 显现了神对他的恩典没有白费 这点我们我想说 大家来思考一下 神拣选了我们 而不是说我多了不起 神拣选了我们 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有没有让神拣选 我们的恩典白费的 想想看 神拣选你是有目的 神为什么在保罗汉没有出生的时候 在父太里就拣选了他 为什么 要他传福音 要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今天神拣选了我们 成为基督徒 有没有想到 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神要我们做什么 神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有没有拿出来用 有没有拿出来造就弟兄姐妹 有没有拿出来造就人 有没有拿出来荣耀神 所以我们从十一章 十二章 十三章 十四章 现在讲到父 保罗讲到什么 他 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意思就是 他表示 神对他的恩典没有白费 神对我们的恩典 想想看 有没有白费 这是让我们要思考的事情 所以就在这里 他更努力 因为神的恩跟他同在 他努力不是说 他有多大的好的身体怎么样 他还是把他的努力 他的成果 归给谁 归给神的恩 神与他同在 才能做这些事情 所以他还是把荣耀归给神 这一个也就是说 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 读到保罗的生平的时候 看他做的事情的时候 应该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榜样 要学习的 接下来呢 他说 不居是我 是众使徒 我们如此传 你们也如此信 也不只有保罗传福音 所有的使徒都传福音 而且的哥林多信徒也都接受了 相信传给他们的福音 无论是谁传福音 福音只有一种 如果说离开这几点了 那不是福音 第一个什么 福音是以复活的基督为核心 以中心 复活的基督 基督一定要在里面 不在里面 这个福音不是福音的 你讲神学 讲什么很有道理的事情 没有 那不是福音 如果没有复活的基督 这福音就不是福音了 相信没有复活基督的福音 是突然相信 就是随随便便相信了 只要听了人家讲 听了高兴就好 听了 以前我们就讲到成功神学 对不对 你只要信耶稣基督 你就会很有 什么事情都可以很成功 要什么 那是突然的 你随随便便就相信了 是无用的 没有用的 保罗是种枉然的 那所以在这里讲到 就是说 不仅仅只有保罗传 众使徒也传 而且哥林多信徒也信 你可以看到 保罗还没有说他 你们不信 不承认是复活 保罗把所有的逻辑 一点一点一点 告诉他们 把他慢慢拉过来 到最后给他们当斗和保 告诉他们你们错了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 蛮有意思 如果仔细读保罗书 他的逻辑是非常的清楚 可以看 从他那儿 你可以学到 就是他如何思想 如何告诉人 他没有一开始说 你不对 那他不是 他把他所有的逻辑 一样一样拿出来 告诉你最后开始 怎么回事 现在看了 他现在才要说 否认复活的事情 我来读12节到第19节 基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 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 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 妄作见证的 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 若死人真不复活 神也没叫基督复活了 因为死人若不复活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便是突然 你们扔在罪里 就是在基督里 睡了人也灭亡了 我们若肯 若靠基督旨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看到没有 保罗没有 保罗没有一开始 第一节就告诉你们怎么这样子 保罗讲 十一节经文才提到说 你们不复活的事情 保罗把基督这个事情 讲得很清楚的以后 我告诉他们才告诉他们 你们做错了 你们认为错了 所以说在这里呢 保罗就告诉 提出一些问述 我们来看保罗他是怎么 把这个基督复活 他们不承认的后果和影响是什么 包括说既传 我们已经传了这个基督复活的事情 福音告诉你们 你们怎么还有人 说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呢 不是只有保罗传 所有的使徒都传 基督复活 就福音 他一定很惊讶是他为什么否认复活 那些否认复活的信徒 可能是比较社会阶身比较高的 受教育受的很高 如果说你想说这个 对科学家讲说有死人复活 你想想看 那科学家会相信 他们受的教育很高 如果你到乡间里面 比如说 没有受到很高的教育的人 可能很容易相信 但是这里他讲的是 社会上高阶层的这些信徒 他们也可能是 就是说受到这个希腊哲学的影响 他们不承认只有死人复活的事情 保罗没有指明道姓是说哪些人 他没有指责他们 但是他希望他们怎么样 能够了解否认复活的 后果是什么 如果说你不赞成 不同意 不承认有死人复活 那基督也就没有复活 那基督也就没有复活 结果呢 所以这一段经节 就十二节到十九节 讲得很清楚 是没有复活的事情 是怎么回事 更是希望他们能够 进一步学习福音里面的意义 福音里面的内涵 那这福音的内涵 如果说你去读四福音 读所有这些信约里面 这些福音 是蛮多的东西在里面 保罗没有指责他们 只是希望他们能够 进一步去学习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如果说我们对于福音 还是不是很了解的时候 对保罗讲的这话还不成了 也许要把圣经拿出来 好好再读一遍 好好再看一遍 那一章一节的去了解 神的话语是什么 保罗面对各一多信徒 复活的问题 与贴萨罗尼加的问题不同 我们读过贴萨罗尼加前书的时候 看到他们也有复活的问题 他们复活的问题 他不是说他不相信复活这件事情 他们是怎么样 关注那些已经在基督里死的人 不错 我还活着 你说我不会永生 基督再来 把我提上了 我就有身体的 荣耀的身体 但是那死去的人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就提出这些问题 保罗跟他们解释说什么 他们也会复活 他们怎么样 会在我们被提之前 先复活先被提 他们相信复活 可是哥林多的信徒 他没有复活这件事情 所以保罗应该是 非常的 我不知道 比如说你跟小孩讲讲话 他就不想你 不听你的 这是有点很失望 但保罗没有责备他 可是跟他们讲 是跟他们讲理 讲道理 所以哥林多对 这个复活的问题说 他不相信死后 复活的理论 所以他们就否认 人死会复活的事情 这跟那个贴上 奴隶加的这个信徒不一样 性质完全不一样 贴上奴隶加的信徒 认为是有复活这件事情 但是他不知道 已经死掉了 在基督里睡的人 或死的人 他有没有复活的机会 保罗跟他说 他们有复活的机会 而且他们会先被提 然后我们再被提 活的人再被提 所以 但哥林多说 完全不相信 有复活这件事情 保罗就开始讲了 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怎么样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亡人 你们所信的也亡人 如果说没有死人复活 这件事情呢 表明了哥林多信徒 否认死人会复活 但他们没有否认 基督复活的事情 所以保罗没有说 你们否认基督 没有复活 保罗没有说 保罗说你们否认 死人没有复活 然后延伸到 因为死人没有复活 基督也没有复活 那基督没有复活 那剩下什么样的事情 因此因此因此 然后就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认为 基督复活 耶稣复活是一个特例 不错 那么多人死 只有那么一个人复活了 其实你们想想看 几千年来 还有谁从死里复活的 没有吗 只有耶稣基督一个 那是不是特例 这我没办法证明 但是保罗的意思在这 我们相信什么 我们相信基督复活 保罗为什么说 最后他解释 不错是一个特例 但是 他把这个解释清楚 所以基督复活 他们就认为 其他人无关 他是一个特例 他死了 他也不会复活 只有基督复活 所以我死了也不会复活 这是他们的理论 他们不承认复活的事情 保罗的逻辑就很简单了 如果说你否认 人死了不会复活 那基督 你就没有复活这件事情了 你不是说我承认基督复活 但是我不承认死人会复活的事情 你不承认死人复活 就没有基督复活这件事情 所以在前面他讲了什么 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 埋葬了 三天后复活 三天后复活 然后显现给人家看 有见证人 保罗把这个基础 逻辑 前提 假设 全部都摆在桌上 跟他们讲了以后 才告诉他们 他们不承认复活的这件事情 一时也说 若没有基督复活 如果说没有基督复活 就没有基督复活的福音 那是空口无凭的福音 是没有内涵的福 是空洞的 我说你会得救 你会升天 你会永生 人都会死啊 那你怎么证明我会 我相信我就会永生了呢 我就会要复活 因为基督复活 所以这是基督复活的 一个福音在里面 它的内涵很深的 不是说是表面上的事情 如果说没有基督复活的 后果是什么样 那使徒所传的福音 是枉然的 是无用的 无效的 那我们信的呢 也是枉然的 也是无效的 是空洞的嘛 那没有意义在里面 所以这个就会讲到说 如果说你不承认死人复活 那你就是不承认基督复活 如果说没有基督复活 后果是什么 我跟你们讲的话 都是白讲的 我传给你们的福音 也没有用 那你信他干什么呢 你信了也是没用 你看前一段时候 保罗讲得很清楚 我传给你们的 所有使徒传给你们的 都是一样 都是基督复活的福音 你们也接受了 也相信了 也持守了 也等候神救赎 反过来你们说 没有死人复活 保罗又把活迹 反过来告诉他们 重新说一遍 如果说你没有赞成 没有承认死人复活 没有基督复活 那福音一点用都没有 你信他干嘛呢 没有用 我传你也没有用 那 保罗接下来说 我传给你们没有用 但是是有后果 他怎么样 如果你们接受 相信有神 但不承认死人 会复活的时候 负面的影响是什么 使徒做的假见证 那五百个人 十二个使徒 彼得 我 保罗 做的见证 写信过 那是假的嘛 对不对 我们亲眼看见的呢 但是你现在说 没有 我不就是做假见证的吗 所以使徒传的是错误的 是 没有用的 那你们基督徒 你们格林多信徒信的 也跟没有用的嘛 都是假的嘛 对不对 等于像你拜假神一样的 拜偶像一样 那不是一样的事情吗 对不对 所以在这 他这个负面的影响很重 但是更严重的是 因为使徒做的假见证 他怎么样 他会受到神的审判 你相信有神 你不承认 这个死人复活 可以 但是我做使徒的 就变成做的假见证的 我这使徒就要受到神的审判 也就冒犯了十诫 第十诫二十 苏埃及记二十章 第十六节讲的 人清楚 不要做假见证 但是他们做的假见证 这里对使徒来讲 影响比你不信 比你说不承认更严重 我是传福音的人 我是使徒 我把这个福音传给你们的 如果说我讲的都是骗人的话 那不就是做假见证的 我传福音 这个使徒会受神的审判 然后呢 说 使徒传的福音呢 我们也刚刚前面有提到 就第十五章第三节说 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死的 然后死后的第三天复活 这也是等于说是 基本的要素 这个福音的要素在里面 那接着第十六节就说呢 因为死人若不复活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死 就不承认了 就不成立了嘛 对不对 他没有复活 那如果说基督没有复活了 他为我们的罪死也不承认 不成立 对不对 那就没有赎罪 没有救赎 没有罪被赦免 也没有战胜死亡 所以人都要走上死亡 死亡以后就是没有了 灭亡了 所以 所有人的罪 能够被赦免 都是建立在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上 那是一个根本 是一个根基 一个房子要盖好起来的话 它的根基 这个地基一定要扎得很扎实的 如果说不是很扎实的话 就没有办法建造起来 那所以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保罗的逻辑很清楚 你不承认死没关系 但是你相信有神 对不对 那神让人复活了 那 如果说没有复活 那这个罪就不能被赦免 就不要赎罪这件事情 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 我做使徒传了福音给你做的假见证 我会受神的审判 我接受 因为我做了假见 是我的罪 但是你不承认 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 那根本就没有救赎这件事情 他没有复活 死亡这个罪 这个还是没有被战胜 所以还是会死亡 所以没有意义的嘛 所以你信的东西也没有意义 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 如果说没有基督复活 就没有救赎这件事情了 接下来呢 那保罗说了 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信也是突然的 你们扔在罪里 就是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 基督若没有复活 哥林多信徒信的结果 也就是徒劳无功了 其实我们信的也就是徒劳无功了 所以讲实话 我们庆祝复活节 应该比圣诞节更正对 更要感恩的这种情形才对 所以如果说我们不相信这个 有这个复活的事情的话 那我没有救赎 所以活的信徒呢 还在最终 在基督里死的呢 睡的人呢 也就没了嘛 那就是归零了 到最后就到土里面去 就是什么也都没有了 所以这也就是说 告诉哥林多信徒 你不承认没关系 但是结果是这个样子 那最重要的就是第一节 第一章十八节讲到说 神他们都是因为神的大能 救赎了十字架的大能 让他们能够得救 那也没有用了 那他先前教他们的 第一章十八节讲到说 因为神的大能 因为十字架得到救赎 也就是因为神的大能 才对这件事情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节经节呢 等于说是因信称义的一个 实用实力 延伸到加拉太书 第二章第十五节 十六节提到的这个 因信称义这件事情 讲到说 如果说基督没有复活 人仍在罪中 结果怎么样 还是要面对神的审判 因信称义 因为我相信 所以我的罪被赦免了 我被称义了 那如果说 我相信的是没有用的呢 基督没有复活呢 那这个罪还在我身上 最后我还是要面对 神的审判 那基督已经复活了 人的罪被赦免了 被称义了 被宣告无罪了 这就讲到 就是因信称义 在这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说你不承认 基督复活 那所有的其他事情 都不要提了嘛 不管你怎么去讲 因信称义事情 都没有用的了 最后还是一样 你还是要受到 神的审判 基础要相信 是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 三天以后复活 这是一个重点在这里 也是因信称义的 一个起点 保罗这最后说 我们若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的 基督徒 我们对基督有信 是为了什么 建立在什么地方呢 建立在神的信实 和他的真理 这是一个基督徒 我们相信圣经上所说的 是神的话语 是神的真理 我们相信这件事情 也会相信神会应验 他救赎的计划 对不对 我们才会相信 如果说神说 人家跟你说 传福音告诉你说 你会永生 你不会被定罪 你会再跟神 基督在一起的时候 你是相信神是的应许 神会应验他 会把他救赎计划完成 你才会相信 也知道 神会对罪的人有审判 我相信了 我就没有罪了 我罪被赦免了 我无罪宣示 没有 无罪了 释放我了 所以 我不会得到神的审判 而末世信心 盼望是什么呢 耶稣再来 执政掌权 要整个新天新地都开始 这是我们信徒的一个盼望 保罗的结论 最后就是讲到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 那我们再盼望基督 再来就没有意义了吗 你盼望什么 他没有复活 他已经埋在土里2000年了 你还盼望什么 对不对 这就是说 你如果说没有基督复活 我们 信也没有意义了 我们说信的也是网了 没用了 保罗讲得很清楚 所以你可以看到 保罗他的逻辑很清楚 先奠定一个基础 大家都站在同一个平台上 然后看高低了 保罗先告诉你们 我传给你们的是基督复活 你们也接受了 你们也相信了 你们也靠着他站立了 也生活了 也经历到 现在你告诉我 没有基督复活 结果就是这样 你所信的都没有用 你盼望基督再来也没有用 他不会来了 对不对 他已经死了 所以说如果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盼望 有指望的话 在贴上的那家保罗 告诉他们 确认第一章第十节 说到基督徒 现在是等到复活的 基督从天而降 再来的基督会把所有的信徒 脱离开神的审判 把你分开出来 没有相信基督的 没有接受耶稣的人 就另外会接受 受到神的审判 就把你分开来 所以在这个 贴上农一家前书 第一章第十节 讲得很清楚 我们都盼望基督再来 不是盼望他来怎么样 而是盼望我们的 德永生 我们的身体不一样的 那对今生的盼望的是 因为我们 如果说我们只是盼望未来 对现在没有什么 感想的话 那不是 就是很可怜的 所以他等一下会讲一下 我们只是对未来盼望 那我们对现在的生活 有什么意义呢 没意义了嘛 可是不是 这封信 其实所有的书信都讲到 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 我们的灵命是不断的更新的 很简单就是成圣 不错 我们刚信基督的时候 是罪信蛮深的 可是当灵命的成长了以后 你从婴儿小孩 变成成人的时候 你的心智 像我上一师讲 心智就不一样 你的就变成了 也是在成长的过 你成长不是在 世俗里面的成长 而是在基督里的成长 所以你才会拒绝 世俗的智慧 而接受神的智慧 这是不一样 与普通人 没有不是基督徒 是不一样的 我们讲 你成长 你接受基督的时候 你成为基督徒以后 你是有神的智慧在里面 当然也不会说 我今天 新的主翻了天了 我就变成很有智慧的 不可能的事情了 神也不会让你这样子做 那不是神 当然有神迹 也许有人这个样子 但在我 我认为是说 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所以灵命修 读经祷告 与神交通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是每天都要 就像你吃饭一样 三餐一定要吃 中间还要吃点心 平常还要喝点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种 灵命的成长过程 你身体要成长 那你灵命上也 也常常要什么 接受神的教导 读神的话语 这就是说一个 接受神的智慧 在这里呢 这个比众人更可怜 比较难懂 如果说我们回到 当时的情形来看的话 那时候的基督徒 是受到迫害 如果说你只是活到 今天的时候 对于未来有 指望有盼望 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就被提要 我就有有生的身体 但是你现在的受苦呢 所以他就是说 今生受苦 只是为了有生的 盼望的时候呢 在私人认为 你是个基督徒 实在很可怜 为什么啊 未来看不到嘛 你真的会认为说 他会来吗 基督会再来 什么时候再来 我们盼望了2000年 还没来呢 但是你要相信 你盼望 你是会来的 基督会来的 只是时间的问题 没有人知道嘛 所以在这里讲得很近 如果说你说 比众人更可能 怎么可能呢 我如果说 以当时钱 他们都受迫害 保罗最后怎么样 被关到罗马监狱里面 所有信用的断头台 还有很多像林洛斯 把什么基督徒 挂在那里烧 当蜡烛点子 都是受迫害的 所以世人看 你为了基督 做这件事情 划得来吗 是不是很可怜 我做世人 我没有信基督 我过得很好 我吃头玩了 我一样一样都可以来 你说信了基督以后 什么都不能做 对不对 这很可怜 对世人来看是 但是基督徒 应该处于 令人羡慕的境界 你不要去跟他们来比 你自己来比 怎么样 你不是灭亡 你死了以后会复活 你会得救 你不在最终 你被赦免 你被称义 这是不是基督徒 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只有基督徒才有这种境界 你要让人羡慕 你有这种境界 你不要跟世人一样 我真的好苦 我怎么这个样子 我这个也不能做 也不能做 不是 你的看 眼光是不一样 你不是灭亡 你是得救 你不在最终 你被赦免了 你被称义 而且在今世生活的时钟 什么呀 要有乐观的希望 那什么是靠神 依靠神 神会带领你每天的生活 更要期待的是 死里复活永恒的荣耀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 永远的盼望 不管现在受到什么苦 只要依靠神 神会给你这个乐观 像我们现在讲 传道书是什么 牧师也讲了 要有乐观的基督徒 基督徒是乐观的 不是白神叹气 我今天怎么这个样子 早上起来脱油痛了 喝咖啡 还倒着 把这咖啡打嗓了 这些事情 可是你是要问 你的眼光要放在远的地方 永恒的荣耀 这不是其他人有的 只有基督徒才 重要的是 你不会灭亡 你得救了 你不再追踪 你被赦免了 你被沉溺 结论 见证复活 复活的是 耶稣死了 埋葬了又复活了 复活的基督 向很多人显现 传讲的福音呢 所有传讲的福音 都是基督复活的福音 保罗因神的恩典 倍加努力 我们现在基督徒 如果说是因为神的监选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应该学习保罗 不要被降 你多加一点努力就好了 感恩 然后呢 否认复活呢 你否认死人复活 就是否认基督复活 没有基督复活 就没有救恩 所以所有的信 都是亡人 我们学到什么呢 复活的基督 是福音的核心 复活的基督 是救恩的根基 这是很重要 要扎得很稳 思考的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真正 我自己读到这个 我就想 就讲到这个 我信的福音是什么 自己想想看 你信的福音 你能不能够一句话 两句话写得清清楚楚 如果说你能全能输出 我传的福音是什么 我没有办法跟各位讲 因为我的小孩还没有一个信基耶稣的 我不能说我多能够传福音 我告诉你 我传福音我实在是不行 也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开口 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你叫我看看书 把它整理出来 跟你们讲讲这些事情 我可以做 你叫我看了一个陌生人 你要不要信耶稣啊 那我不知道怎么是开口 所以我不知道 这两点就是说 让我们能够思考 如果说我们要去传福音 第一个 我们先要了解 我信的是什么 试试看 写下了 两三句 然后呢 看看我能不能够 存 这也是对我自己一个挑战 然后我是不是福音的见证 我的生活 我的灵命 是不是一个福音的见证 神拣选了我 成为基督徒 我有没有真正的成为福音的见证 以马可福音16章15节到17节 跟大家分享 你们往苦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信而受洗的 必然得救 不信的 必定 必被定罪 信的人 必有神迹 跟随他们 底下还有 可以看出来 我们要传福音 所以我在问 我们信的是什么 我们要传什么 好好思考 信的人就得救 不信的人就不得救 信还要受洗 不受洗也没有得救 所以信跟受洗 两个是在一起 好 今天的主日学就到这里 我们请王昭文 我们做个祷告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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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